下个星期就是冬至了 而为了未免消防人员的辛劳 关山妇女会特别在19号 前往了关山消防队 和消防队员共同包水饺搓糖原 感谢消防人员的无私奉献 坚守岗位的辛劳 关山妇女会的成员 手不停的搓着汤圆 准备等一下的庆祝会 下个礼拜一就是冬至了 为了感谢辛苦的消防队员 在冬至期间还要坚守岗位 关山妇女会特地在今日 率领会内的成员 前往关山消防队 与消防队员共同搓汤圆包饺子一起同乐 在冬至的前夕 我们关山妇女会 为了感谢我们消防队的一些兄弟 平常对地方上的贡献 他们有很多弟兄都是外弟来的 然后胜死机会结合了我们这些旅监师前面 搓汤圆还有雪茄来慰问他们 一方面也要感谢他们 在这里也祝他们冬至愉快 谢谢 关山消防分队长表示 非常感谢妇女会的成员 让无法回家与家人过节的队员们 也能够享受到过节的氛围 能感谢这个关山妇女会 在那个我们 21号冬至的前夕 拿送这个汤圆 还有这个水饺 我们一起 那包这个汤圆水饺一起享受 那让我们就是在外 的那个工作的一些消防人员 没有办法回家陪家人 然后倍感的温馨 温暖这样子 关山妇女会主动慰问关山消防队人员 而在地商家吃爱玉也赞助了爱玉甜品 要让辛苦值班的消防队成员 能够感受到关山在地满满的人情味 记者曾经营关山正报导